美国国务院19号宣布将两名中国人和六家公司列入制裁名单 因其协助伊朗船务公司、伊朗航运逃避美国制裁 被制裁的六间公司中除了一家位于上海 其他五家都是香港注册公司 而外媒自由亚洲电台调查发现 五家香港公司中的四家都只有一名上海人沈永出任董事 四间公司的股份全数由一间塞浦勒斯公司持有 记者走访四家公司的登记地址位于关塘一工业大厂的共享办公室 现场空空如也 电话由一名总部涉于深圳罗湖的秘书公司人员来接听 苹果日报披露 沈永还是另外七间香港公司的董事 最初是在2016年至2017年间 由伊朗航运在香港成立 当时公司名称含有伊朗航运的IRISL字样 近年这11间公司不仅更管名称 还把董事由一名伊朗人转至沈永 报导称除此之外 沈永在香港开设多达37间公司 被怀疑是中共设在香港的白手头 沈永担任董事的香港公司早在2011年 就被指控暗中与伊朗交易 持有19艘被美国制裁的香港货船 路透社2012年报道 香港海事处曾去信通知 涉事19艘船只的船主 要求其暂停在香港注册 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方恩格表示 中国企业通过香港作为白手头 和伊朗或北韩进行交易是常用手法 如华为孟晚舟事件 然而香港特别待遇已被取消 白手头已经没有意义 美国现在对付香港公司 和中国大陆是一样的 新唐人眼的电视 叶恩杰编译